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递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递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跟着希望在动 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我们的手把手教你学STM32系列视频 那么今天的话 这一讲内容我们继续我们上一讲的这个3M900A模块的知识的讲解 那么上一讲的话 我们给大家讲了前面三个部分的内容 怎么来连接 给大家介绍了模块 以及怎么来连接 进行一些讲要的测试 那么这一讲的话 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AT指令的讲解 那么我们会讲解这个打电话 发信息 还有GPRS测试的相关的内容 那么我们翻到我们上一讲讲解的地方 那么首先的话 我们来讲解一下这个拨打电话 拨打电话的话 这里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命令 那么我们这个模块的话 它就有打电话 接电话 挂电话 还有这个发短信 读短信 包括中文短信的这些功能 还有GPRS中信 那么第一个也是很简单的一个就是怎么来拨打电话 那么拨打电话的方法非常简单 我们这里就有ATDL-086 后面有个分号 那么就是这种格式 那么在拨打电话之前 我们还还有一些这个准备的指令 比如说设置回选 回选 那么AT11 还有AT加COLP等于1 设置背交号码显示 那么这些 还有挂电话是ATH 那么对于这个拨打电话的知识 那么在哪里呢 在我们这个用户手册 大家可以看 2.3.3.1 在这里我们有相应的讲解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来看一看 很简单 我们参考我们手册 实际上我们这里给大家敲一遍 也是很多同学 手册不管我们写多详细 那么它都会出错 所以我们把我们这里准备的这些指令 我们把它先删掉 留一个AT 然后第一个的话 我们可以输入什么呢 我们可以设置回选 ATE 大家可以看 返回OK 然后的话 我们再画AT加COLP等于1 设置背交号码显示 AT加COLP等于1 都没有分号 大家可以看 返回就是OK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调用这个ATD指令 来打电话 实际上刚才我给大家演示了 那么就是ATD 比如说10086 或者说13922348612 然后要个分号 然后这个指令 我们就可以拨打电话 那么这个我们 大家可以看 拨打电话之后 我这个手机现在就已经收到了电话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可以接通 接通 我已经 我接的有点慢 我们再来拨打一遍 刚才是因为我在办公室 信号不是很稳定 然后我们再来 看一看 拨打电话 那么拨打电话的话 我可以把手机的声音打开 大家可以看 我现在收到了电话 然后我接通 接通的话 大家可以看 这里就返回来了 显示了我们拨打的电话 手机号码 大家可以看 然后我挂掉 挂掉之后 这里显示没有 no carrier 然后的话 我们也可以什么呢 这是我被教方 被教方挂断 那么我们也可以主教方 就是我自己去拨打它 然后我自己把它挂断 那么这个挂断的指令就是ath ath 大家可以看 现在又收到了 然后我们用ath 大家可以看 返回来ok 大家可以返回来ok 同时已经挂掉了 那么这就是这个打电话 和挂电话的这个方法 很简单 大家要注意 这两个指令 非常简单 然后接听电话 接听电话的话 就是我们 比如说我现在给 我们这个模块 打一个电话 我给模块打个电话 然后 它就可以通过这个ata 命令来接听 那么我们来试一下 首先我们把这个ata命令 输入在这里 那么我用手机 给我们模块 打个电话 大家可以看 当有电话来的时候 这里就会有 Rain 这个信息出来 然后我现在用ata来接听 大家可以看 OK 同时我这里 又已经接通了 可能手机上面 大家看得不清晰 当然这个也命令很简单 所以我也没有必要 打开摄像头 那么实际上 我现在就接了 然后我现在主动 把它挂掉 大家可以看 这里就提示 No Carrier 那么这是这个 接听电话的方法 非常简单 大家可以看 我们这里都有 同时如果说 你设了这个 CLIP等于1 那么才会有些信息来显示 那么我们来设一下 叫CAT 加CLIP 等于1 那么我们先 发送一个这个设置 然后我再给模块打个电话 那么大家可以看 这个时候也有 每打一次都有一个RAM过来 那么不同的是 这个下面包含了 这个主教方的电话号码 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 那么这就是色不色 这个来电显示的 色不色来电显示的一个效果 然后ATA 我们又可以接 接了OK 那么这些 大家有兴趣的 反正 这次就是一些指令 那么也没有任何技术含量 那么所以我这里 就快速的给大家看一看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是这些模块的测试 一些什么短信相关的 还有GPS相关的 那么这个短信相关的话 就有英文短信发送 英文短信读取 中文短信发送 中文短信读取 还有GPS RF通信 那么对于这五部分的内容 这五部分的内容 在我们这个中文参考手册 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讲解 大家可以看 短信的读取和发送的话 这里我们就有四个小节 然后还有GPS通信 有TCP UDP 那么我们刚才讲解的是 拨打电话和接听电话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先讲解这个短信的读取和发送 接下来的话 我们直接对照我们这个中文 用户手册 来给大家依次来演示一下 英文短信的读取发送 还有中文短信的读取和发送 那么我们先按照这个英文短信 按照我们这个中文参考手册的顺序 来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那么这里的话 2.3.4.1 就是英文短信的读取 那么英文短信的读取的话 这个命令有几条 第一个的话 大家可以看 叫AT加CMGF等于1 那么是用来设置文本格 文本模式来读取这个英文短信 然后我们发送AT加CSS等于这个 这里要拿双引号GSN 设置是GSN字幕集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英文短信 然后发送AT加CMMI等于2 然后逗号1 那么是设置这个新消息提示 那么就是说 他收到了新消息 然后会提示 那么接下来的话 如果说我们设置好上面的这些指令之后 如果说有收到短信的话 就会他就会有提示 提示这个短信 在我们这个手机里面是多少号 提示他的这个相关的信息 大家可以看多少号 然后的话 比如说第二条 然后我们再去读取 AT用AT加CMGR等于2 去读取第二条短信的内容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这个操作过程也是很简单的 基本上也是与技术无关的 那么首先我们发AT指令 OK 然后我们查询一下这个CM卡是不是ready 这个命令我都之前我给大家讲了 我放在了这个右边 包括它的信号 311也是很强的 说明我们现在整个模块都是就绪的 那么我们可以去读取它的短信 那么第一个指令的话 就是AT加CMGR等于1 那么这里我都给大家准备好了 那么我们直接按 返回了OK 那么这样的话 说明是这个文本模式 然后 然后AT加CSS等于GSM 同时这里要用双引号 我们发送出去设置为GSM字符集 然后设置这个新消息提示 是AT加CMRI等于2分号1 这个1后面最后一个分号 是不用写的 是我们 大家可以看 然后设置好之后 接下来的话 如果有短信收到 那么这个模块 它会发送有信息提示 比如说我现在给我们的模块 发送一个用手机 发送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发送A-Link-Take GSM-Test 我现在发送过去 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的短信已经发送完成了 就等我们模块收到这个短信 大家可以看 这个时候提示 这样的一条 加CMTI 大家可以看 就是我们这里提示的 然后SM就是短信 然后2 这里的6 我们这里是6 表示它是第6条短信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输入什么呢 AT加CMGR等于6 去读取这一条短信 AT加CMGR等于6 大家可以看 这个时候提示了这么多内容 后面还有一个OK 那么这些内容代表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 REC Unread 就是Unread 就是还没有读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发送方的手机号码 这就是我用这个手机号码发送的 第三个就是这个接收的时间 大家可以看 这个信息内容 在我们这里实际上 在我们手册里面都有解释 解释日期和时间 发送方的电话号码 然后这里用了一个回车换行 用了一个换行之后 然后这里大家可以看 收到的内容就是A-Lintake GFM Test 就是我刚才发送的内容 最后是OK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短信的内容 所以我们下一次 我们再去用AT加CMGR等于6 大家可以看有什么不同 这个时候这里表示的是RED 就是我们已经读取了 大家可以看 在我们这个手册里面 都有非常详细的讲解 这个操作也很简单 大家只需要记住这些指令 如果你是用单面机 跟模块连接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如果说是 比如说采用的中断的方式接收 那么你接收到 收到短信之后 那么你是肯定会接收的 这些字符 还包括OK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来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这个英文短信的发送 就是怎么发送出去一条短信 那么这个英文短信的发送 也是非常容易的 那么这个步骤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设置这个GSN字符集 跟刚才的接收是一样的 AT加CSS等于GSN 然后设置为文本模式 AT加GF CMGF等于1 设置好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设置 我们要发送的短信的手机号码 那么设置的方法是 AT加CMGS等于某个手机号码 要用双引号把它引起来 大家可以看 然后设置发送完这个之后 模块会返回一个箭头 返回之后 我们就输入我们要发送的字符串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不用回车 也就是说我们发送这个 不用回车 发送之后 这个时候还没有完 我们要以16进制发送一个EA 16进制发送EA 那么发送16进制的时候 我们就要在我们的这个 窜口调数助手里面 把输入EA 同时要设置是16进制的方式发送 那么发送的时候 同时不用添加回车 那么这一句话 经常有很多同学操作的时候 弄出错 导致短信发送不出去 那么我这里给大家操作一遍 同时大家一定要仔细的读这一段话 这里 在我们发送完CMGS 设置好这个手机号码之后 模块返回这个箭头之后 我们就输入我们的内容 那么输入内容的时候 我们是不用发送回车的 所以我们一般在 窜口调数助手里面 把发送行航给去掉 然后输入内容 然后再点发送 然后再点发送之后 最后我们要输入EA EA的话 因为这里是16进制 同时不用添加回车 所以我们要选择16进制 然后把这个回车去掉 这里大家仔细看 那么我这里给大家操作一遍 第一个的话 跟刚才一样 前面两步 AT加CSS等于GSM 设置字符几亿 大家可以看 然后AT加CMGF等于E 那么这里的话 设置为文本模式 第三步就是要设置 我们要发送的手机号码 那么就是AT加CMGF等于 用双引号 把这个手机号码引出来 然后我们发送 大家可以看 我们发送之后 这里就有回车 就有一个箭头 箭头过来之后 我们就输入 我们要发送的内容 这里不用回车 那么后面发送EA 也不用回车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就可以把这个 发送新行 我们把它去掉 勾掉之后呢 然后我们输入 我们要发送的内容 比如说 AAA 我们发一串的A 我们发送出去 发送出去之后 最后要以16进制 发送EA 同时也不用回车 所以我们要发送 我们要在这里输入EA 同时我们要把这里的16进制发送 要勾上 然后我们点击发送 那么点击发送之后 大家可以等一等 看一看 点击发送之后 大概一到两秒 这里就返回来 加CMGS115 OK 这个时候说明 我们发送是成功的 那么发送是成功的 实际上 我可以看我的手机 有兴趣的同学 也可以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打开摄像头 那么实际上 现在我这个手机 是收到了AAA 因为是用我们的SIM卡 在我们模块上的SIM卡 给我的手机 发送了一串A 大家可以看 发送是成功的 大家可以看 我们又初始化 我们直接发送AT 又返回OK 我们又把这一串 重新设置一遍 然后我再发送一个 给大家看 设置好之后 然后我们要把发送新行 给去掉 然后输入我们要发送的内容 我们发送是BBB 发送之后 我们要勾选上16进制 大家可以看 这里勾选上 然后发送EA 发送EA之后 要等几秒钟 然后就返回 大家可以看 刚才是115 这里是116 说明我这里的短信数量很多 大家可以看 我这个时候手机收到了一串B 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在做后面的测试 一定要记住 把这里恢复 成发送新行 16进制去掉 那么这个发送短信的测试 我就给大家测试到这里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中英文短信的读取 就是中文和英文短信混合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对于这个中英文短信的读取方法 其实跟这个英文短信的读取方法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什么呢 对于这个中文的话 我们收到的内容 它是通过这个unicode编码的方式 那么它是这个unicode编码方式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英文短信的读取 那么这个方法很简单 前面 at加cmgf和at加cssgsn 还有at加cmmi等于21提醒 这些都一样的 那么只不过我们去读取的时候 读取的内容 大家可以看 英文的话是直接是字符 那么对于这个中英文 那么大家可以看 它是这个unicode编码 那么我们来测试一下 那么首先的话 我们跟这个前面一样 我们来发送这个at加css等于gsn 然后at加cmgf等于1 还有这个at加cmmi 我们在这里 在这里实际上我们发送出去 那么这三条在我们这里也有 那么这三条就跟刚才一样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就发送这个短信 中文短信 到我们这个模块 我们来测试一下 这个是我们模块在这里 然后我发送一个中文短信 你好 我们发一串乱七八糟的 然后我们发送 发送出去之后 我们来看我们窗口调试助手 大家可以看 发送出去之后 仔细的同学可以看到 这里收到了一个这样的内容 那么这个标号是7 其实我们前面测试了 到了5到了6 这里是第7 那么同样的方法 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去输入at加cmgr等于3 这里是等于3 那么我们这里就是等于7 at加cmgr等于7 输入 然后点击 然后发送之后 大家可以看 我们跟前面英文短信的读取方法 是一样的 第一个是标注还没有读 当然你第二次发送的话 这里就会thread 第二个是发送方的手机号码 第三个是接收到的时间 然后这个后面就是一串的 unicode编码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把这一段编码 复制出来 那么我们要用到一个什么工具呢 叫unicode汉字互换的工具 那么这个工具在我们配料的软件里面 那么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我们资料 atk模块的资料 这里面有配套软件 那么这里有汉字unicode的互换工具 那么我们把它打开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把它输入到哪里呢 打开之后 我们把它输入到 这个有两行 我们把它输入到unicode码 这里 然后再用unicode转汉字 大家可以看 转出来的汉字就是你好 哈哈哈哈家 这就是我刚刚手机上面 发送的这个内容 所以如果你 就是这个内容 如果你是用单名漆 创口去读 那么你就要把这个编码 进行一个unicode的转换 所以你要有像 这个代码 我们后面的实验里面 实际上有进行这个代码的 这个编码的转换 这个就是这个中文 中英文短信的读取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中英文短信的发送 那么对于这个中英文短信的发送 实际上呢 跟我们这个英文短信的发送 过程也是很类似的 那么也是几条指令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第一步的话 我们要发送这个 at加cmgf等于1 设置为文本模式 然后我们要设置这个 文本模式的参数 就是at加csmp 等于后面的17 逗号167 逗号2 逗号25 这里大家要注意 这就最后一个逗号 不要把它加进去了 然后我们还要设置这个 usr编码字符集 就at加css等于双引号 ucsr 这三步是必须的 大家可以看 我们这里也有这三步 那么设置好之后 我们就发送at加cmgs等于 等于这里一串 一串什么呢 等于我们这个电话号码的 unicode编码 那么比如说 就用我们的编码工具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这个是139 就是我的号码 然后我们转回unicode编码 就是这么一串 那么这么一串的话 我们是要把它复制出来 然后把这个中间的这个空格 我们要把它去掉 那么实际上这里 刚好是以我的手机号码为例 给大家讲解的 然后点击发送 发送之后 跟这个英文短信的发送是一样的 它会回一个箭头 然后我们就输入 这个我们要发送的内容的unicode编码 比如说我们要发送一串中文 那么我们把它的unicode编码 把它复制到这里 复制到这里之后 发送之后 我们要干什么呢 最后以16进次单独发送EA 同时不用回车 跟我们英文短信的发送是一样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来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整个过程 首先 我们这里要选择发送新行 然后AT 然后CMGF等于E 这些 然后就是 AT加CFMP等于这个 这一串 那么这一串 大家要注意仔细看 25后面是没有多号的 发送出去返回都是OK 然后AT加CSS等于UCSR 这里要用双引号 然后发送完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设置我们要发送的手机号码 那么方法就是把手机号码在这里 把这个编码 我们复制过来之后 把这个多号 把这个空格去掉 那么刚好我这里是以我手机号码为例 所以我从这里 直接复制 注意大家要去掉空格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就是AD等于CMGS 然后输到这里 这两边用双引号 然后我们发送 发送完了之后 这里就有 大家可以看一个箭头 这个时候我们就输入 我们要发送的内容 那么发送的内容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 比如说 正点原子 我们直接输正点原子 然后汉字转油尼扣的编码 然后把这个编码拿出来之后 我们要把中间的空格给去掉 把这一串 复制过来 然后 按照我们这里的说法 我们输入我们要发空送的内容 注意此时可以不用回车 包括这个后面也不用回车 所以我们先把这里的回车去掉 然后 发送我们的内容 发送完内容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 以16进制发送EA 所以我们这里勾选上 以16进制 然后我们这个EA 我们点击发送 点击发送之后 我们就等待一下 大家可以看 现在这个时候 这边已经有提示 OK就发送完成了 是我手机的第118条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看一下摄像头 在我这个摄像头 我手机上面就收到了正点原子 这几个字 那么大家可以看 整个过程跟这个英文短信的 读取方法 发送方法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我们这里 它是要有unicode编码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GPRS通信的设置 那么对于这个GPRS通信的设置 要比这个打电话 发信息这些要略微的复杂一点 但是也并不是很难 那么GPRS测试的话 也是一系列的指令 大家可以看 我们这个后面有这个窗口 这里写的也是一系列的指令 同时因为我们作为这个GPRS测试 比如说TCP 我们的模块的话 它只能做客户端 比如说TCP 看客户端 那么它要去连接server 那么首先必须我们要有一个这个TCP server 那么TCP server的话 当然你可以是在什么 比如说阿里云上面去租一个服务器 那么这个成本就很贵 那么你对于一般的 比如说你如果说是教育网 那么教育网的话 由于是学生 你不可能去做一个服务器 但是对于教育网的话 你要给你做一个server 也是很难做到的 那么你可以在测试的时候 如果没有server 你可以联系我们 因为我们公司的网是独立的 所以我们可以设置 我们是可以做这个TCP 给大家开一个TCP server的 那么我这里的话 首先第一步 我是在讲这里实际上有一些指令 那么在讲解这个指令之前 我首先在我的电脑上 给大家建一个TCP server 那么这个建 在电脑上建TCP server的前提是什么呢 前提是需要你这个电脑有独立的带宽 否则你是没有办法去 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个server的 那这里比如说这是我的电脑 我的电脑 这是我的computer 那么我的电脑的话 如果它在网络中间 你是比如说一个路由器 像教育网 它下面连了很多个 可能还有多集 多集 假如只有一集在你这个路由器 那么你是没法让这个路由器 你去访问到这个路由器之后 你是没法让它直接以某个IP 来把这个信息发到你的电脑的 那你除非你是可以控制这条路由器 去设置它的转化规则 那么对于教育网 这个是很难做到的 那么对于我们的网络的话 我们是可以配置它的转化规则的 那么这个配置的方法 就是登录到你的路由器 那么这里有转化规则 这里有个DMZ主机 那么这个设置这个DMZ主机 是什么呢 是说它的信息 比如说我这个电脑 我这个路由器 它是有一个公网IP的 那么这个公网IP 我们是可以在百度上面搜索IP 找到的 就这样的一个IP 那么找到这个IP 实际上这个公网IP 是你是我公司的上一级路由器的 这是这个路由器的IP 但是我这个路由器下面挂了很多个主机 但是我要需要你比如说访问这个IP 加上某个端口 我需要它访问到我此时此刻的这个电脑上 那么毫无疑问 我是需要设置这个转发 所以这里的话 DMZ主机的这个IP 我就设置为什么呢 我在这个命令行里面 我输入IPconfig 查到我这个电脑的IP 是19 局域网的IP是192.168.1.1 然后我把它设置到这里 保存之后 那么也就是说 来自于这个去访问 我们路由器 通过这个IP去访问 然后我这边是可以开放一个端口 那么你可以从外网来访问 所以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这里 大家可以看 我接下来的话 就打开我们这里 模块资料里面 配套软件里面 有这个网络调试助手 然后我们打开点击之后 我们就可以怎么做呢 我这里实际上已经打开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 新建一个TCP server 用这个软件 然后这个本GIP 我们就可以不用理它 本GIP 我们可以先打开给大家看一看 我先退出 再打开 这个本地IP是局网IP 不用管 111 这是我自己电脑的 我在这里建一个TCP server 然后这个开放一个端口 比如说8086 这个端口只要没被占用 在有效的范围内 都是可以的 然后我点击这个连接 因为我其他刚才应该还新建了 一个其他的 TCP server 比如说8086 8087 8086刚才被我占用了 应该还没有关掉 我这里直接用8087也是一样的 那这里的话 我就开了一个server 因为我设置了转化规则 它会发送到1111 所以我这个server就建立成功了 如果说 大家需要去做TCP 要有一个TCP server 你自己电脑是教育网 也没法弄 或者你公司也没法弄 那么你可以叫我们给你开一个 然后我们给这个公网IP和端口 给你用来测试 那么设置好了之后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要发送一些命令 给模块来配置一下 那么这些命令的话 在我们这里手册里面 每一个命令是什么作用 实际上这里都有讲解 这里我就不 重复来讲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我这些命令 都已经放到了我这个调试助手 那么第一个的话 我们要发送AT加CGC LASS等于B 双引号 然后就是这一串 这一串我也复制过来了 我们都发送 第三个是CTATT CGATT等于1 我们也发送 第四个是AT加CIP CSGP等于1 都号CMNET 双引号这里 这几个命令 我们都把它设置好 接下来的话 就是这个 发送这个AT加CLP Port设置我们本机的这个TCP连接端口 就是我们自己的模块 用哪个端口 那么我们比如说设置为2000 就发送这一串 那么我们模块跟外面连接是通过2000 这个端口 然后发送AT加CIP START等于这一串 那么这一串里面就包括我们要连接的主机的IP和端口 那么接下来的话 根据我刚才查询的 我们主机的IP是这里 113点什么 我们这里设置好了 端口的话我们是8087 对吧 那么我们发送出去 看一下它返回的 返回的是already connected 就是已经被连接了 就是我刚才测试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改变一下这个端口 我们可以改变一下这个端口来测试一下 那么我这里可以直接通过AT加CIP closed等于1 我们可以去 我这里现在是closed 因为我刚才大家可以看 我已经把刚才的连 已经连接到的关闭了 然后我在这里开启的是8088 那么我们这里设置我们 模块的端口是2001 然后我们这里设置 连接的服务器是8088 IP是这个 然后比如说我们点击 那么它连接到了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返回connect OK 说明已经连接成功了 那么连接成功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什么呢 我们就可以 大家可以看 这里实际上是可以知道 我们module的 知道相关的信息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就 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我们从这里发送一个 发送一个六个A 大家可以看 我们模块这里收到了六个A 我们这里发送其他的信息 V 那么我们模块这里 也会收到相应的信息 那么这是我们 所我发给我们模块 那么如果由我们模块 再发送出去呢 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AT加CIP send AT加CIP send send等于 发送出去 AT加CIP send 然后发送出去之后 返回来一个箭头 然后我们输入 我们要发送的这个 数据 但是可以不用新行 所以我们把这里取消 然后我们发送出去 比如说一堆的A 一堆的A 发送出去之后 然后我们要以16进次 跟这个短信发送一样的 发送EA 所以我们这里勾选16进次 然后发送EA 大家可以看 然后这里返回send ok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 从我们这个网络 调试出手里面 就收到了这个 大家可以看 收到了我们是 模块发送出去的这一些 那么这就是TCP同性 那么对于这个UDP的方法 实际上也是差不多的 那么配置方法 这里我就不重复的 给大家配置 那么这里我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大家在测试的时候 一定要仔细 这些指令一定要仔细 因为你一个指令出错了 打出错了 你跑来找我们 我们也没有办法 在你的硬件连接 正常的情况下 肯定是你的 要么你的模块不正常 要么你的指令错误 所以大家很多同学 发短信 尤其是发短信 或者GPIF通信 那么这个步骤 实际上我们手册 讲得很详细 但是它就是这么一个操作 怎么都搞不会 所以我觉得你 这个主要是初心 不能说是 学习能力有问题 我觉得这里主要还是初心 因为就不涉及到 太多的技术 那么这是这些 测试指令 我就给大家演示到这里 我来简要的讲解一下 使用这个开发板程序 测试硬件连接的方法 这个这里除了连接 后面我们会简要的 给大家讲解一下代码 那么基于这个时间的考虑 因为这一部分 如果大家对于我们前面的这些知识 掌握的比较好的话 那这一部分也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首先就是硬件连接 那么硬件连接 我们就有几款开发板 那么我们这里举例来说一下 那么比如说用站键开发板 我们的代码的话 使用的这个 大家可以看这个连接方法 我们实际上 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 站键图片 来给大家来看一看 我们站键的这个正面图 那么这是我们站键的这个正面图 我们把它放大来看一看 我们 我们这里这个站键 新的站键 跟这个模块的连接 我们的代码里面 实际上是用的com3 创口3 所以它用的是pb10和pb11 这两个创口 引脚 那么如果说 因为我们的模块 根据我前面已经给大家讲了 我们的模块 是有这个232接口的 那么我们开发板 这里有222接口 那么我们直接用我们配到的 这个延长线 就可以直接连接 那么连接方法很简单 大家可以看 这两个创口连到一起 左边 然后这个有个ke 我们要达到RS232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 同时大家要注意 我们这里的挑线帽 这个挑线帽的方向 这里两个挑线帽 是默认要连的 还有这里的挑线帽 那么你要把这个芯片的创口 要跟我们232要连到一起 那么这个连接方法很简单 那么对于我们探索者的话 方法也是类似的 大家可以看 通过创口延长线 那么这个探索板的话 是左边这个窗口 那么连接方法也是 这个挑线帽 挑线帽的方法 方向不能对 不能错 然后对于这个精英版和迷你版的话 它们是没有什么呢 没有这个R3R的 那么方法也很简单 直接怎么呢 直接把窗口的引脚 连到一起 然后供D就可以了 比如说精英版 我们把SAMINE900A的模块的 TTL的窗口引脚 就是STXD和SRSD 连我们精英版的PB11和PB10 迷你版也是差不多的 供D 然后把STXD和SRXD 那么它连的是PA3和PA2 这是窗口2 那么其他的我们用的窗口3 连接方法就是这样子的 连接方法连接好了之后 那么就可以怎么 就可以通过开发板的窗口 来发送指令给我们的模块 那么这里的话 对于我们这个SAMINE900A的 核心代码部分 不管我们哪一款开发板 几乎都是一样的 那么只是底层 比如说F4和F1底层 有一点点区别 那么这里我们主要讲核心代码 因为底层的窗口驱动 我们就不再给大家讲解 那么我们以战键的为例 比如说我们打开战键光盘 这个程序员码扩展历程 扩展历程里面就有普通扩展历程 那么就有扩函数版本的 大家可以看有SAMINE900A的 那么当然大家也可以从哪里呢 也可以从这个增值资料 产品资料 这个下面找到SAMINE900A 这个程序员码这里 也有适合这个 比如说战键版的 金银版的 战键版的扩函数的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解压了之后 我们可以打开 那么打开这个代码 你就会发现 这个代码看起来很大 实际上核心的代码就是 这里有个SAMINE900A的分组 然后Hardware下面 因为我们是用到了什么呢 我们用到了窗口3 比如说我们战键和金银 那么对于我们米英 你是窗口2 探索板也是窗口3 那么这里就是它的硬件的底层 那么硬件的底层 这里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讲解 我们这里只是要讲 单再讲解一下这个代码的思路 我们还用到了一个定时器 所以我们这个time里面也是有代码的 那么我们这个 先看一下这个窗口3 这个底层是怎么来做的呢 这个窗口3 首先 这是我们的寄存器的代码 我们打开一下扩函数的吧 大家可能学起来 简单一些 我们打开这个扩函数的 打开之后 我们的核心代码 就是这SAM900A的 还有窗口3和定时器的 就这些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窗口3 这里面的代码 USART3 那么这里的代码的话 整个首先这个初始化部分 我就不讲了 就是初始化窗口3 然后在这个初始化后面 实际上有开启定时器7 定时器 开启它的定时器中断 10毫秒中断一次 那么这里 我们来看一看 是怎么做的呢 那么定时器中断的话 这里我们在定时器 TAM这个下面 有初始化定时器7 开启它的中断 然后在这个中断里面 我们是 每次定时器中断 就是到了之后 我们是这里 设置了这个窗口3 有一个变量 设置它的最高15位 标记接收完成 那么这个是怎么来 是一个什么思想呢 我们先回到窗口 那么实际上 我们每一次 发送数据出去 比如说我们每一次 我们每一次接收数据 我们也不知道它有多少 因为我们 我们画一个图 这是我们的单片机 这是我们的窗口 我们的窗口 给我们的MCU 发送数据 然后我们的MCU 通过中断的方式去接收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 到底是不是接收完成了 要接收多少个 那么我们才觉得思路是什么呢 每次 比如说第一次接收数据 那么我们打开这个定时器 每次接收到数据之后 我们就把定时器打开 然后 不好意思 刚才因为测试 JSM 手机没有 静音 这里我们继续来讲 然后我们每一次 接收到一个字符创之后 我们把计数器 清为0 接收到一个字符之后 我们把计数器 清为0 然后 我们让进时器 开始去计数 如果说 10毫秒之内 我们都没有 接收到数据 就说明我们 这一次接收 都已经完成了 所以我们定时器 定时 它是10毫秒的溢出 10毫秒之内 我们还没有 接收到下一个数据 代表我们这一次 接收完了 我们就把相应的 标志为清 设置 如果说 10毫秒内 比如说 计数器还没有溢出 我们收到了下一个 那么下一个 接收到之后 我们又把计数器清0 又去开启 重新开 又去开始计数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我们接收 接收字符 接收字符 如果接收到某一个字符 我们接收计数为0 一直都是0 如果接收到某一个字符之后 等待了10毫秒 都还没有下一个字符过来 说明我们这一次 接收完了 那么这些数据 就是我们要的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整个接收过程的话 它的接收的数据 都保存在这个 Buff里面 我们这里有一个Buff 比如说接收到的Buff 当然还有发送的Buff 我们有接收到的Buff 大家可以看 我们这里 接收到的数据 都放在接收的Buff里面 那么接收到的Buff的话 接收完了之后 我们就会标记 如果说 进食器到了 接收器到了 也就是说在10毫秒之内 我们还没收到 我们在这个中端服务函数里面 我们也是把它直接标记 接收完成 同时大家也可以看 在我们创口的服务 中端服务函数里面 我们每次都会去接收一个 如果接收一个之后 我们发现我们还有的可接收 那么我们实际是 把这个接收器清空 也就是说我们每接收一个 还没有接收完 我们每次接收到这一个数据 我们都把计数据清空 那么等待下一次 个数据接收 只有到下一个 等了10毫秒还没收到 那么我们就在中段 电子机的中段里面 标记接收完成 那么标记接收完成的话 那么我们外部的函数 它就可以去读取这个Buff Buff里面的值 来判断这是什么指令 接收到的是什么信息 那么对于这个上本900A的话 这里看起来代码非常非常非常多 因为功能很强大 那么这里我不可能去给大家讲 那么这里核心的代码 实际上只有两个函数 核心的代码 主要就是这里的send 应该说几乎只有这一个 就是send command 就是我们发送出去的话 那么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 send command函数的话 它的作用就是我们 发送一个什么指令 希望得到什么回复 然后发送完了之后 要等待多长时间 比如说我们发送at 我们希望回复的数据里面有ok 我们等待比如说10毫秒 那么这里如果说at发送出去 返回ok 那么这里的话就返回0 否则就是失败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首先第一个 根据我们前面讲解的 前面讲解的 我们发送的指令里面 除了字符串之外 还有16进制的 什么 EA EA 所以这里很多人有疑问 为什么这里 E5要判断 cmd 大家可以看 这是32位的cmd 小于0的xff 这是什么概念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 send command 是怎么来用的 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send command 大家可以看 我们搜索send command 这里有很多地方 调用send command 去发送 比如说 我们最简单的 比如说我们发送一个 查送csq 大家可以看 这个后面很多地方 调用send command 这个函数 那么它首先输入的是一个串 这就是我们的cmd 然后再次 它希望返回的数据 等待多少时间 那么大家可以看 如果说 我们这个是正常的 发送命令 字符串命令 那么我们的cmd 它的值应该是多少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是一个指针 我们直接 获取它的U32位 那么说明的是什么 说明的是获取它的地址 那么如果说 你直接是一个 字符串 那么它保存在flash 那么这个command 它的值是一个地址 所以它的值一定是什么 0x08 后面6个0 再加上一个偏移 一定是 是这样的一个格式 所以它一定是大于0xf 但是我们中间发送短信 或者发送一些信息的时候 有用到0x1a这个命令 所以大家可以看 我们这里怎么来写的呢 有地方有用到 那么在我们组函数 看一下这在哪里 我们搜索一下0x 我们搜索一下0x1a 大家可以看这里 这里有send command 有send这个0x1a 那么这里的话 大家可以看我们这种写法 0x1a 那么大家可想而知 在我们前面 判断的时候 这里判断的时候 那么它就是多少 右上是2的话 那么它就是0x1a 所以通过这种方法 我们来区分 我们这个cmd 是发的这个16进制的0x1a 还是发的指令 大家要注意使用方法 大家参考我们这里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说是命令 我们就直接16进制的 我们就直接通过这个 发送到dr 否则我们就通过这个 窜口 发送字符串的这种方法 就是我们这个窜口里面 有这个函数 大家可以看我们写了 u3printf 那么这里的话 是我们写的一个printf u3的printf的函数 那么它采用的是这个 vsprintf 主要是通过这个函数 这个来做的 前面一解释字符串处理 后面就是发送 那么这个函数也很简单 我相信学到这里不懂的话 大家可以摆读一下 这个这几个函数 那么这是自带的 支付串处理函数 然后我们就发送 支付串 发送过去之后 等待反应 那么等待的话 那么如果你有回馈 那么我们窜口的中段里面 就会收到 收到之后 它就会保存在这个 接收的buff里面 接收的buff里面 同时相应的这个 rssta相应的位 会被置位 所以我们在这里 就去判断 判断有没有接收到 硬打 有的话 我们再去check command check command的话 实际上它就是判断 接收到的 字符串里面 有没有 我们需要的数据 大家可以看 也就是这个check command 这里是我们期望得到的数据 比如说OK 像这种OK 或者说是什么电话号码 那么我们怎么来判断的呢 因为我们接收到的数据 是在buff里面 所以我们要判断 我们这个buff 接收的数据里面 有没有我们需要的字符 所以采用的是 sstring 这个strstr这个函数 那么它是做什么呢 它是判断 这个后面这个参数 在这个前面这个字符串 里面出现的位置 如果有出现 没有出现的话 那么它是 返回是0的 有出现 它就返回它的位置 所以只要我们这个函数 返回的不是0 就说明它是有出现的 大家可以看 所以E5 我们这里 也就是返回不是0 那么就break 得到了我们有效的数据 所以整个关键的函数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 send command 这个函数 那么实际上 这个后面的代码很多 那么我就不想解 那么有些同学 比较简单的话 比较 比较 有些同学 可能直接就怎么来呢 比如说要发个AT指令 直接调用一个发送字符串的 你发一个AT指令 那么不等它返回 也可以发送一个AT指令之后 然后过一秒 再发下一个 有同学这样做 那么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 只不过你不知道返回的信息 你就不知道它的状态 出错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怎么办 那么对于这个代码很复杂 那么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 使用指 使用手册 就是我们这个 Send900A模块里面 有相应开发版的 使用手册里面有讲解 那么这里的话 我就这个代码太复杂 我就不给大家继续往下讲 有兴趣的东西可以看 那么我要给大家看什么呢 我有好东西给大家看了 有个简单的 我这里有一个比较简单的 我给大家准备了 调用我们那个函数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 这个测试方法 我们这里有这样一段代码 我把它打开 这个代码我会放在这个光盘里面 但是我这里 也给大家讲解 比如说我们以这个 发送短信 给大家来讲解 实际上很简单 我调用的也是什么呢 也是我们这里的 SendCommand这个函数 首先我们这里CheckStatus 那么CheckStatus 我这个函数 大家可以看 我们就SendCommand函数 发送AT 判断它返回是不是OK 否则是OK 往下 再去发送查询CPIN 查SIM卡 也是返回OK 查运营商也有返回OK 大家可以看 我这个函数就是发送什么 等待多长时间 希望它返回什么 很简单 然后比如说 我们在这里 我们要去发送短信 怎么来做呢 先是CheckStatus 就是刚才这个函数 如果正常 说明都就绪了 然后我们发送短信的时候 不是要设置CMGF吗 等于E吗 对吧 我们就在这里发送这个命令 然后等待它返回OK 发送CFS 等于这个CMGS 这些都发送了 然后我们就发送什么 大家可以看 这里 发送CMGS之后 这个后面就要跟电话号码 然后的话 我们就是要发送 等待 就是要等待什么 我们要等待它返回这个箭头 然后我们就去发送 我们要的字符串 发送我们要的字符串之后 然后我们要发送16镜子的EA 所以这个方法就是采用这种 然后等待它返回的数据里面 包含CMGS 所以整个过程 大家可以看 我这里用最简单的方法 给大家展现了发送短信的整个流程 那么实际上主要就是调用了 我们CM900A Send Command 还有我们的窗口上的 字符串发送函数 那么就可以搞定 我们的这个 发送 我们搞定我们发送这个 短信 包括这里还有打电话 那么都可以用 那么对于这个复杂的代码 我就不给大家讲 那么对于这个简单的代码 我把它放在光环里面 我们这个视频这一讲 供大家来参考 那么对于这个测试方法 我也不去测试了 它有点复杂 整个过程有点复杂 那么大家需要 我希望回头参考一下我们的手册 那么最重要的是我们前面 是我们视频前面讲解的 这个整个测试过程 你知道了 那么对于代码的实现 无非是通过窗口 写一些逻辑 那么对于这个CM900A的模块 我们资料也讲了很多 讲了很多 那么这个内容 我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大家有不懂的 一定要参考我们的用户手册 和使用手册 谢谢大家